24年2月5日,我们继续来关注联盟年纪全员的表现 大家好,我是Terry 首先,今天雷霆在最多落后23分的情况下奋起反击 最终通过加时赛以135比27 逆转击败猛龙,取得三年胜,排名仍然为吸取第一 球队22年榜眼秀Chad过去三场比赛手感有回暖知识 本场打了41分钟,17投9中,3分就10投4中 贡献22分,五篮板,四助攻,两场断两封盖的数据 正负之为证实,他下半场不仅在三分线外 越投越有信心,还在两个加时都做出了关键防守 是球队本日赢球的关键人物之一,评分可以给到A加 Chad在开季之后连夺11月和12月的西区越最佳新秀 但上个月在比赛中皮太净显,手感低迷的不像话 而进入2月之后则希望能重拾满血状态 雷霆在全明星赛之前,赛程并不是特别紧凑 Chad大可以通过这段时间和全明星周末的休整 调整好身体和精神,下半季继续冲刺 除了Chad之外,少主SGA共打了48分钟 17投9中,3分球5投2中,罚9三番3中 贡献23分9篮板,14助攻,2抢断,3封盖的数据 其中助攻数为生涯新高 而多尔特也有22分起篮板,4助攻的入战 第二个加时还打进了关键进球 至于Geddy则是全场正负值最高的,为正时期 他达到了24分6篮板,6助攻,2封盖的数据 这位来自于澳洲的高空位,本赛季过得并不顺心 不仅没处理好场外的男女关系,还在最近卷入了交易流言 但暂时来看他在球队中的作用还是无人可以代替 Geddy还在今天比赛之后出席了记者会 大聊如何在这支天赋云集的球队中 去调整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就这样猛龙队输了过去8场比赛中的7场 而雷霆则赢了过去10场比赛中的8场 对于这支联盟崛起的新军来说 想要在今年季后赛取得好的成绩 像今天这种逆转的硬仗也很重要 这对于他们建立信心,累积经验,非常的有好处 接着马斯队昨天101比117输给了骑士 双塔,球队23年壮严秀斑马弯比在投篮方面效率不高 全场16投5中,3分球4投2中,罚球8发7中 但仍然有19分14篮板3助攻2抢断2封盖的贡献 不得不说这位上月西区最佳新秀难得一见的独角兽球员 上线和下线都高得吓人 哪怕自己没有很好的状态,也都能打出一定的球场数据 每场贡献2-3个精彩进球来兜底 此也斑马的评分为A 这场比赛米切尔拿到31分8篮板7助攻 内线双塔状态很好,埃冷18投12中,罚球2发2中,砍下26分16篮板 而球队21年叹花秀艾文毛布里则打了24分钟 15投11中,3分93投3中,罚球4发3中 固先28分10篮板3助攻 但他比赛中吃到了斑马的火锅 但他也面对斑马打进不少球 即使绝对天赋逊色于斑马 但毛布里的球场经验已经比较老到 知道如何去利用自己的优势来和斑马对位 然后黄峰队今天199比115输给了步行者 但球队23年榜眼秀巴马Brand Miller延续着最近火热的状态 出战38分钟,25投10中,3分球12投5中 罚球12罚10中,砍下生涯新高的35分 外加6篮板两封盖的数据,只有一次失误 虽然球队输球,但他在球场上打的没有太大问题 正复之为零 从过去这半个赛季的表现看 Brand Miller的技术完成度,适应能力,球伤和心智成熟度方面 都能达到一名合格先发球员的标准 水掉的机会确实不大 别忘了早在阿拉巴马时期,他已经展现出过不一样的球场杀手特质 此页Mid的评分可以给到A加 此外,今天爵士队123比108击败熊鹿队队 队中7名球员得分上双 这支球队状态好时,就好像有两套先发阵容一样 球队老大马尔卡宁砍下全队最高的21分,正复之为正20 球队去年16岁位新秀朱珠侠坎提教旨 替补打了25分钟,13投7中,3分9投5中 拿到19分10篮板两注攻的数据 这位一年级新秀在比赛中永远激情十足,而且真的很干打 他不仅在第四节关键时刻连续进球 还靠着一次下快攻时,在立志岛头上的扣篮 彻底引爆了全场 赛后本场拿到13分8了满三封盖的白野兽 沃克开瑟瑞表示 朱珠侠做得很棒,而当知道后者还抓下了10个篮板球时 也开玩笑的说,他抢的都是属于我的篮板球 此夜,朱珠侠的评分可以拿到A加 最后,开脱者以103比112输给了未满冠军绝金 球队二三人探花秀,黑马,大帅哥,哈德森 没能延续过去几场火热的投篮手感 踢补出战33分钟,16投3中,3分球6投2中 罚球6罚6中,得到了14分,把篮板球助攻 现在人们不需要太担心黑马的天赋和能力 只不过来自于季联盟的黑马 进入联盟时,就相较于同届那些打过海外联赛 和NCW的新秀,在战术素养,团队精神 适应能力和成熟度等方面,都有一定差距 加上核心空位的位置本身也比较难打 所以需要较长的时间去沉淀,学习和试错 球迷们大可以更加耐心的去等待它的提高 此页黑马的评分为必加 兄弟们,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